大家好,我是黑哥,这在义城,义城的朋友叫吃,他们义城这边当地的汉民鞋,也是水鞋,叫个铜了十大碗,咱们一起去看看,到底有些什么。 人家这个饭店就在这个义城的南环路上,这名字就叫铜了十大碗,这是汉民鞋,不是回民的那种十大碗。 在这厨房的俩师傅给他,做他这十大碗的,这真的,你不是睡来都能吃到,这都是预订的,食材都快要准备好了,他第一个一个来。 鱿鱼汤,雪花肉,丸子汤,红薯汤,这红薯汤也和那边的一样,红枣山岳汤,这汤上的都挺有节奏的,这是红枣山岳汤,这是海带扣肉。 呀,这个东西美,这个我最喜欢,这是豆腐汤,这个汤看着挺清淡,还有肚子,这个汤我有记忆,经常喝,鸡蛋汤,这是他医生这边的鸡蛋汤,这林芬汁这鸡蛋汤一般都叫滚蛋汤,不知道医生这边是不是,我得先来碗这个扣肉,我来个丸子,这扣肉可是我的最爱,扣肉味道怎么样? 相当的话,软糯,不入口计划,下面还有海带,这个吃完还更加吗?对对对,能吗?可以,一会再来一碗?可以可以,没问题。 哎呀,吃完就打开一个喝汤,剩下的鸡蛋汤,感觉呀,那咱咱一程吃这个水仙,这个勺子可不敢丢了,这丢了以后,着急的排汤。 跟我们的干嘛吃,这个是什么?这个是雪花肉。 最后的猪肉?对,猪肉,所有的肉都是白色的。味道特别好。 小吃肉就行。 这个猪肉很紧。 嗯,美。 还有一个特色的。 是鸡蛋汤,非比鸡蛋汤,你想一口。 这个就是鸡蛋汤?不是。 是鸡蛋汤。 一场文明的,叫最后一碗。 这个鸡蛋汤怎么喝的? 酸辣鸡蛋汤? 对对对,酸辣鸡蛋汤。 对对对,酸辣鸡蛋汤。 还有一个。 这个我了解了,你舍不得给我放鸡蛋汤。 对对对,没有鸡蛋汤,代替。 这个红鸡蛋汤不是啥鸡蛋汤? 对,这个鸡蛋汤不是啥鸡蛋汤? 这个鸡蛋汤是啥鸡蛋汤。 对,咋也不会嘛,这无鸡蛋汤不能错过。 这个鸡蛋汤是什么? 这个有色的。 这个肉块啊? 全是肉块,还有蒜是吧? 这个是蒜和肉块。 这块全是肉丁吗? 肉丁和蒜丁,肉丁和蒜丁。 那蒜丁是吗? 在玩的都能吃。 我都喝就把这蒜带走的。 多少口,可以找点蒜吗? 可以,可以。 可以打包。 等会那个露包,给你露一下。 这个真香。 这个蒜下味真弄。 是不是好? 你吃的我都铲了。 这个就叫蒜和肉。 蒜和肉。 这是叔叔。 欢迎黑哥,有事没事常来一场玩。 有事没事来的,现在油价太贵。 多喝点酒,咱就省得有钱了。 有道理。 来,干一个。 咱这一层的同乐十大碗。 这汤张说什么的,吃到肚子里是相当的满足。 以后家人们有机会来临,一定要提前联系黑哥。 黑哥请你们吃他们的一层的汉民水仙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拜拜。